欢迎您继续锁定记录台湾 在台湾大部分的政商名人用餐不但低调 而也因为吃惯了好料 所以想要让他们一再的光顾 真的要有些本事 今天的节目独家为您介绍这位主厨黄来发 他特别懂得抓住总统的口味 前后三任总统他都曾经服务过 像是李前总统喜欢吃的油爆鲜虾 或者是马总统爱吃的宁式烤夫 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 酸酸甜甜的油爆鲜虾 软弱带Q的宁式烤夫 一道到经典上海佳肴 掳获几任总统位 好手艺全出自于他 主厨黄来发 这二十年中就是换过三个总统 那这三个总统几乎都来过这个地方 都是由年轻自来 对对对 接待过三任总统 还成了无数政商民流指定名厨 黄师傅除了收益了得 更记得顾客的口味 这道油爆鲜虾 正是李前总统指定的私访菜 头跟肉的这个中间这样插下去 然后它里面有那个 有时候有那个沙场 黑黑的 像这个 这个都在剃掉 特别选用养殖的蓝虾取代河虾 黄师傅说是因为台湾的河川污染严重 确除肠泥是为了让口感更佳 不过入锅炸之前 还有个步骤不能少 眼睛最好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如果不剪掉 碰到油它会爆 就会碰到冷 这虾得分两次炸 第一次炸 先让虾熟 第二次炸 则是要让虾脆 但炸到连虾可都酥了 再放入蒜苗 葱花爆香 加点糖 白醋及胡椒粉一块翻炒 一只只油亮剔透的油爆鲜虾 装进玻璃杯 也有着享用鸡尾酒的感觉 那倒就是它真的摆盘蛮漂亮 然后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这样 而名人爱吃的鲍鱼 黄师傅也有更健康的做法 清理好的鲍鱼 用卤汁先煮到入味 接下来健康秘诀就在这一碗酱料 一般外面都是用蚝油 所以我们为了比较特别 所以用麻酱 使用胡麻酱料烹煮的鲜鲍鱼 放在西生菜上 一坛牙一爽脆 吃起来清甜鲜润 没负担 接下来知道沪宁拼盘 也是走养生料理路线 还是李前总统清点的菜色之一 却直接考验广师傅的功力 一般外面的醉鸡是含骨头的整只鸡 外面的没有 它不是只有起鸡腿肉 那我们会把骨头漆掉 所以因为比较没有纤维 因为鸡胸肉纤维员 如果牙齿不好的人都会塞牙缝 先将鸡腿肉用铝箔纸包成圆筒状 放入高汤煮半个小时 养生秘诀在于 助手的鸡肉得和当归枸杞和绍兴酒 腌在一起32个小时 你时间不到它还没有入味的话 就吃起来就那个味道就不会很香 然后如果你超过50小时 它这个味道跑掉了 吃起来也不是 那个香气不是很足 拼盘中的另一个猪叫草鱼 先用100度油温炸 再该以小火炸个15分钟 等到骨头酥了 加入煮出独特酱汁 使鱼肉入味就可上桌了 同样考验师傅功利的 还有这一道 上海菜饭 一般有闷的 有拌的 还有这种炒出来的菜饭 那我们现在这个菜饭是用炒的 它比较高档一点 它加了虾米 加了金华火腿 然后也加了那个青江菜 青江菜 那这个炒出来一定是很香 用炒的东西当然会比较香 金华火腿虾米青江菜 与白饭一起翻炒 上桌时粒粒分明却不油腻 除了炒饭讲究 名厨的凉菜也很有名堂 这道马总统以来吃的宁式烤夫 就有个昂贵的秘密武器 这个扁尖水是很昂贵的东西 然后你经过烹调以后 它会散发出那个香味 香气 清脆的笋搭乘软嫩的烤夫 还真让人停不了口 不过再怎么爱吃 为了健康与身材 马总统也只能浅尝 它不会剩 它就是习惯性 食物到它面前都要吃完 所以怎么办 所以它的量 就跟它减半 好手艺就连总统都忍不住 想多吃一口 但黄师傅并非一开始就会做菜 家中务农的他 一开始为了语言不通 一度想放弃当厨师的梦 一个厨房里面只有一个人 我一个是台湾本地人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从 中国大陆啊 撤退来台的 他们讲话都讲家乡话 听不懂 所以很辛苦 好不容易花了两年的时间 黄师傅终于听懂了 也因为来这儿用餐的打官贵人多 除了练就一身扎实的厨艺外 黄师傅也学会如何说一口好菜 赖董事长我今天为你准备不一样的鲍鱼 因为以往你们来吃的都是那个用蚝油去烹调的 我今天为你改了一个口味叫麻香包袱 因为礼貌上都会跟客人打招呼 那有时候他们提到吃的某道菜很很不错 他们就会问我们就跟他解释一下 跟他说明一下这样子 身经百战的黄师傅甚至还被找进马总统的官邸里做菜 不过毕竟是人家的厨房 立刻碰上了大难题 他家里都很节俭 我有时候我好像少带了葱花 我想说他冰箱打开一定有 结果冰箱一打开都是空的 原来马总统加不开火 连个葱花都差点让黄师傅开了天窗 所幸黄师傅今夜老到没让客人失望过 尽管服务过无数名人 黄师傅依旧花心思记住美味偷客的喜好 让忠实的老顾客们 不论是来到餐厅或是在自己家中 都能感受到吃出感情的熟悉好滋味 黄师傅从一句上海话都听不懂 跟着大陆来的大厨们学习做菜 到现在可以用一道一道上海的佳肴 掳获总统的胃 这一切都在于黄师傅的用心 尤其是在菜肴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干货 像是用来提鲜的干贝 可以补气养生的中药材 黄师傅都是亲自严格挑选 现在我们知道市面上充斥着无数 掺杂着添加物或者是染色剂的问题食材 怎么样可以吃得既美味又安心呢 跟着黄师傅走一趟迪化街 让黄师傅来告诉您 干贝红枣 虾米乌森 不管评价还是高档 迪化街上通通找得到 蛋不会挑可就麻烦大了 仿佛干货界中的灭绝事态 黄师傅只要一看到东西不好 立刻当着店家面前向镜头检举 让跟在一旁直击的我们 有点紧张 不过黄师傅的坚持不是没有原因 料理要好吃得从食材开始挑起 像是上海菜饭中使用的虾米 如果染色过的一定是虾头虾尾 虾的身体都是同样一个颜色 它这个没有虾头虾头的颜色 身体身体的颜色 经常用来炒菜增鲜的樱花虾 除了颜色上要有自然的色差 小一点往往品质也比较优 而用来摆盘过炖汤的干贝 挑选原则是一定要狗干 怎么样 很棒 很优 你看它放下去很脆的声音 就是表示它含水量很少 干度很干 这个就对了 这一个个黑到发亮的刺身 可是许多名人的最爱 自然也成了黄主厨料理名单上 必选的食材之一 哇 香啊 好的刺身除了清香不腥臭 外形也得中看 像这个刺要完整啊 这白沙完全没有伤到皮肤都很漂亮 对啊 不要去伤到 小小的刺身 经由黄师傅巧手控制 价格可真不菲 同样一分钱一分货的 还有小鱼竿 像这个小鱼竿 你看晶莹剔透对不对 它大小又很晶莹 然后呢 你闻它的味道 它一把抓着闻嘛 对 你看很香 除了干货 黄师傅料理中也经常出现用来补给养生的中药材 比方说护宁双拼中腌制鸡肉所用的枸杞 挑选上也有技巧 只是要腌东西用 泡东西用的话 不是吃枸杞本身的这个东西 只是要它的味道的话 其实挑小一点的OK 至于促进血液循环的当归 可别以为越摆越好 比方说它这个颜色是本身的颜色 它不是说整片都是血白的 如果整片是血白的 它可能有挑白过那就不好了 这边吃那边闻 黄师傅挑干货快很准 连店家都主动上前期盼合作 也正是因为黄师傅对食材的挑选相当规模 要让顾客在享有美食之余 更能感受到黄师傅的坚持与用心